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日本媒体 日本共同社是哪儿 报了一个消息说当初孟晚舟呢 应该是今年 把华为的总部在深圳的换地方 新建了一个大概1.5 1.2几平方公里的一个整个华为村 一点多平方公里跟这个 跟耶路撒冷差不多大了 跟意大利跟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个中心呢 是差不多大 他搬家 所以把总部搬了家 而在总部搬家 他说当初这个他爹他爸的时候 任正非的时候 在任何他主要的办公室 在深圳 香港 北京 上海 这些主要地方的大的办公室 他一定在他的办公的中心部分 就是他的应该是露台那部分 做个水池 养黑天鹅 黑天鹅在在今天社会的层面 全球的金融层面讲这是出事的事情 大跌盘 错不及守啊 这叫黑天鹅 某些公司突然就就垮掉了 黑天鹅 后来呢说太大的人 这个太大的崩盘呢 改成叫灰犀牛了 这是世界金融市场中 大家通认的词汇 而任正非呢 他自己弄的是意思就是说 要时刻有危机感 随时自己会就是 就稀了哗啦了 他的女儿 顾婉中不太相信 也不喜欢黑天鹅 那可想而知他个人的强大 他认为自己的强大 所以他搬了家 但是在他搬家的总部 今天的总部就没有放黑天鹅 没有弄水池 今天 今年搬的 所以有人认为呢 他不够他爹迷信 破了华为的风水出事 您可以不相信风水 对不对 但是呢 从换个角度来讲 风水本身的说法是很低的 孟晚舟 孟晚舟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挺绝的 对吧 那 晚舟修 梦 同音词做梦的梦 晚舟 那是回家了还是出门了 漂泊在水上 毫无根底 梦就没根 在这头抓不着 晚舟无处可去 或者说无家可寻 或者说夜晚归家 你都可以这么解释 他有一份意境 有一份诗境 而现实的残酷呢 里面带着一种悲剧悲哀 和最终毫无结果的一种概念 那是不是命呢 保不齐 他不相信命呢 他今天折了 折了之后 中共倾其国力 要把他捞出来 等于就在外头待几天 真正要抓他的是美国人 不是加拿大人 他为了从监狱出来 为了从监狱出来 在家里去拉炮屎 就花了这么大劲 他不开玩笑 他保释就这么个条件吗 然后出来的照片 你看他旁边那个人 就是那个保安公司的人 那个白人又高又大 记者围着他的时候 那个白人老外就这么一裹 他就给他抱在怀里 就这么夹着他来回走 我就不知道 当老外这么夹着他脖子 来回走的时候 他回去说 祖国老强大了 明白的人看的 哎呀真可怜 可怜在于他的思想 可怜不在他的他的衣着 他全身都是爱马仕 昨天讲 那今天中国社会中 有几个能穿戴爱马仕的呀 没有 对吧 爱马仕一个手包都是 几万块钱 几十万美金呢 都有的卖 老百姓 老百姓 爱马仕 我们家没没养马 你不用到我们家去做养马仔 爱马仕吗 人家是那么讲的 所以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环境 那孟晚舟 保释出来 大概有六十天的 现在都不到六十天了 四十多天 就看美国人是否要引渡他 因为还没有做引渡申请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的 自由亚洲电台 孟晚舟破保释 那引渡重头戏开场 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美国人到现在没说 保释条件一千万加币 七百万现金 他都立刻就给交足了 是他先生拿的 人厉害 当时就给 因为不交足 人不放人 人当天就给交足了 有钱人 附加十六个条件 必须住在他的温哥华住所 晚间十一点 早晨六点不需离开房子 那必须佩戴GPS的定位脚环 那随时配合警方与法庭的传唤 法庭随时 警方跟法庭随时抓捕他 保释的概念 他要等美国是否引渡他的申请 来签署 他即使不被保释 美国如果不引渡 不做引渡申请的话 他同样会被释放 他在加拿大没犯罪 但加拿大 加拿大司法部认可 美国的司法部 对他有关罪行的那种陈述 所以加拿大司法部 在根据美加的引渡条约 他在履行 带美国司法部履行相关的责任 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条款 他条款的背景基础呢 法律至上 但是权利者不管那个 对不对 我凭实力 参加庞庭的加拿大律师前路认为 美加引渡法执行多年 但引渡必须满足两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 两国必须都认定是犯罪事实 第二个不能引渡政治法 那代表不仅是 这代表不仅是美国加拿法律 都必须认定孟晚舟 华为Skycom 违反了商业交易违法 但如果加拿司法认为 美国引渡孟晚舟有政治考量的话 是绝对不同意的 在这一点上 在中共的体制中 它政治是一种权利的表达 是一个打别人的棍子 到处都是 所以聆讯中可以发现 联邦律师只强调孟晚舟欺骗银行 有诈骗罪 却淡化伊朗金运问题 不想沾惹到政治色彩 我觉得那这个律师说的非常清楚 这是很明白的人讲的 诈骗银行是普通罪 不是有政治色彩问题 所以避开政治问题 而在过程中 中共当局再三警告加拿大放人 否则将承担后果 而抓捕了两个加拿大人 罪名呢 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是政治问题 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他讲说党领导一切 就威胁到共产党的生存 可是呢 他的抓捕的时间 跟他的威胁的一切都是一种政治手法 都是一种直接对人的侮辱 就是强奸的概念 你怎么着我我有权利 你到我们家来了 我想把你怎么着就怎么着 对吧 他这是一个在现实环境中的展现权利 在丛林法则中 这是一个必用的条件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普认为 这是一种施压 另外一位前大使说 虽无法证明这与报复有关 但突然拘捕 会让人们意识到 中国根本不尊重法治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幼稚了 他法治的出现 一切就是这么来的 他有什么尊重不尊重呢 认知加拿大法律救援组织的 法律专家基米 孟晚舟案可以看到 加拿大司法独立 完全不受政府影响 希望中国也能公开 公平审讯 康明凯很文化 我只能说很文化 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 人都干出来了 人都干出来了 对不对 他都强奸了 然后你说 我请问他当时 到底怎么诱惑你呢 所以这是让中国人 这是大陆人会嘲笑的 会非常嘲笑 文章里也提到说 让人想到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高凯文案子 2014年7月 加拿大警方曾经在BC 抓了另外一名中国公民 叫做苏斌 被控盗取美国的军事机密 一个月后 加拿大人高凯文在中国被抓 1984年高凯文夫妇在中国教英文 08年在鸭鲁江畔开咖啡馆 为北韩人提供基督教救援 当时中共以涉嫌在华 非法刺探 窃取国家机密 抓捕了高凯文 而当时抓捕高凯文 是为了压迫加拿大 不要引渡苏斌 2016年 苏斌 与检方谈好条件 自愿引渡到美国 经过外交斡旋 中国也终于释放了高凯文 照方抓捕很管用的 很管用的 所以呢 他的概念就是 中共的概念 就是不能让孟晚舟 落在了美国人手里面 这是关键 那不让他落在美国人手里面 留在加拿 对不对 逃到中国 这是第二 第三个 让他消失 这三种结果 是不让这个孟晚舟 落在美国人手里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